韩流报道 其实不止人需要保暖 动物也是了 高雄市立的寿山动物园 原方就提前帮动物们 做好预寒的准备 像是乌龟啊 还有树懒跟鸟类 它们都得用保温灯来保暖 还有红毛猩猩 则是用帆布 让它们可以抵抗寒流 盖上大帆布 红毛猩猩觉得呢 就因为气温就要溜滑梯 越晚会越冷 悠闲的散着布 保温灯照得好舒服 除了台湾环景致 其他鸟类也有保温灯 还有橡龟跟树懒 高雄市立寿山动物园 原方提前帮动物们 做好预寒的准备 除了注意我们的那个天气的 那个预报以外 我们自己也会用体感的方式 去感受一下 假如说像现在的温度 我觉得有点开始变凉的时候 我就会开启保温灯的作用 而像是狮子老虎大象等等 因为毛多皮后比较能抗寒 不过原方表示 也将一状况做调整 这波寒流将会让全台冷瘦瘦 动物们也抗寒大作战 也提醒民众一定要做好 保暖工作 华时新闻 邱君平荣浩北高雄报道